早安 8.19 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最近要过年了 很多民众开始要订高铁台铁的车票 但是这高铁电话 你要是打客服进去要订票的话 打了很久就是接不起来 甚至有民众说他等了十几分钟都找不到人 那么记者实际测试一下也花了五分多钟 高铁表示因为最近客服被询问返乡车票的电话给挤爆了 所以才很难打 但是客服电话这是要付费的 所以等这么久这个钱还是荷包民众要自己付的 转接转接再转接 订了高铁票想要打电话查询进入语音系统 转了一次又一次 依照指示输入传真号码 却还是问不到票价 讲了老半天 客服语音又把电话转回一开始的查询选项 已经转接了将近两分多钟还没接通 一等再等到底要等多久才能接通啊 用电话询问客服票价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 我们实际来测测看 实际经过测试呢 从拨打到接通询问票价要等这么久的时间 但打客服电话可是要付费的 价一等民众的荷包可是亏很大 没错高铁的客服电话可都是要付费的 以湿化拨打湿滑计算 一分钟就要1.6元 手机拨打至少一分钟就要5块钱起跳 可不便宜 等很久当然是会夸张一点啊 我们就是有事情要找他们可能有急事才会拨给他们 那我们等这么久可能 民众抱怨连连 但高铁表示客服电话一过深夜12点就没有提供服务 民众要查询票价可以上网或是到超商查询 年节将近客服专线被灌爆的情况时常发生 民众一等再等可是大上荷包 最新有刘一清皇佩如高雄报道